核对了五遍之后,我终于确定,我的彩票中了两千万,我激动地满地打滚,跳了起来,我要发达了,同事小微震惊地看着我,李云芳,你怎么了?看着不大对劲啊,什么不对劲?我可太对劲了,我捂住嘴角,用力往下压,我没事,哈哈,没事,哈哈。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我钻紧彩票,就往家冲,老公卢文龙的公司离家近,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买好菜,在厨房里烧饭了,我冲进厨房,把煤气造一关,老公,我彩票中了两千万,我们发达了。 真的假的,老公卢文龙推了推眼镜,两只眼睛里也因为激动而瞪得老大,当然是真的,我核对了整整五遍,老公卢文龙一把抱住我,声音哽咽,咱们要过好日子了。 我的灵口很快湿了,我轻轻拍了拍老公卢文龙的背,老公家条件不太好,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当初他追求我的时候,就遭到了我爸妈的强烈反对,当时他跪在我爸妈面前,跟我爸妈保证,我卢文龙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让方方过上好日子的,可结婚四年。 我们还是租着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上下班靠的还是最原始的十一路公交车。 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卢文龙的心里一直有根刺,他一直自卑,没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 现在好了,我们终于苦尽干来了。 我和老公卢文龙出去吃了一顿大餐,吃饭时,他拉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说着对未来的规划。 方方,我们先买一套大房子,再开个画室。 对了,你不是喜欢宠物狗吗?我们还可以养只太敌。 老公,你搞错了,我一直喜欢的都是科技呀。 老公愣了愣,拍了拍他的脑袋。 哦,你看我高兴的脑子都坏了。 对,科技,我们养只科技。 晚上,我闭着眼睛,却还是兴奋地睡不着觉。 老公卢文龙一下下地拍着我的背,哼着小曲哄我。 不知过了多久,老公卢文龙大概以为我睡熟了。 他轻手轻脚,递下了床,跑去阳台点了根烟。 我刚想走过去,提醒他少抽点,却看到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我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凌晨两点,这么晚了,他能打给谁呢? 宝宝,我中彩票了,两千万,我终于可以和他离婚来娶你了。 我有钱了,我能让你过好日子了。 老公卢文龙捂着嘴哭,我也瞪大了眼睛,捂着嘴,震惊到说不出话。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彩票,拿出来仔细看了看。 不,这不是我带回来的那张。 彩票号码根本对不上。 我的彩票被人调包了。 我抬头看了卢文龙一眼,他还在滔滔不绝地对着拿着手机说情话。 宝宝,我好想你,我真想现在就来见你。 一定是卢文龙干的。 我捏紧手里的假彩票,我假装镇定,躺回了床上。 内心却疼痛得无以复加。 很明显,我老公卢文龙出轨了。 他不仅出轨,他还要和我离婚,拿着我的两千万去娶别的女人。 我抹了把眼泪,心里百转千回。 卢文龙对我一向百依百顺,我到现在还不能接受他出轨的事实。 但我明白,变了新的男人,就像掉在史上的钱,捡了也恶心,没什么可留恋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彩票,我的两千万。 卢文龙还不知道,他从我这里拿的彩票是假的。 我怕自己不小心弄丢,那张真的彩票早就被我藏好了。 他手里的那张彩票也是我买的。 只不过和中两千万的那张彩票差了一个数字。 只有十万奖金,我本来还想和他共富贵。 但既然他要和我离婚,那我就将计就计,甩了这个渣男。 卢文龙没让我等太久,第三天,他就跟我摊牌了。 他说,方方,我爱上别人了。 我坐在他对面,冷笑了一声,然后呢,你准备怎么办? 是和我离婚,还是和他断了? 或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 卢文龙顿了顿,才继续开口,我已经爱上别人,我们再继续下去。 对你也不公平。 趁我们还没有孩子,我们可以好聚好散。 我简直要被他气笑了,冷哼一声,好聚好散。 卢文龙,你知不知道你出轨了,你还想好聚好散。 我们没有要孩子,还不是因为我们穷,根本养不起吗? 我和卢文龙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但当时我们连自己都养不起,更别提养一个孩子了。 我和卢文龙商量了之后,决定不要那个孩子。 当时卢文龙抱着虚弱的我,一脸心疼。 他还发誓,等我们有钱了,就生好多个孩子。 可现在,他坐在我对面,一脸冷漠,眼睛里毫无爱意,只剩算计。 方方,你冷静一点,你中了彩票,我是不想分享你的成果。 才跟你坦白的,卢文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继续骗我。 我们现在离婚,彩票中的两千万都是你的,我不要。 我只拿我们一起存的二十万现金。 听了他的话,我忍不住笑了。 他不但想卷走我的两千万, 还想把我们省吃俭用,存了四年的二十万也带走。 一分钱都不给我留。 不行,卢文龙,是你出轨,如果你想离婚,那么就净身出户吧。 李云芳,我都把两千万的彩票让给你了。 你连二十万都不留给我,卢文龙似乎很愤怒。 我捏紧了手,舍不得那二十万。 那就不离婚,我不着急。 卢文龙抓起手机,跑到阳台打了个电话, 还时不时地朝我看看。 我知道他一定是去找情人商量了。 我不怕他不肯给我这二十万。 因为在他眼里,如果不尽快和我离婚, 他就得和我平分两千万了。 他舍不得。 果然,他挂断电话后,直接答应了我的要求。 他净身出户,什么都不带走。 他抓起我和他的结婚证,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去了民政局。 拿到离婚证后,卢文龙明显松了口气。 似乎是突然良心发现,卢文龙对我说, 李云芳。 以后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笑死,我有两千多万,我会有什么困难? 我倒是很好奇,如果他发现彩票是假的, 生无分文后,他的宝宝还会不会和他在一起? 不用了,我不会来找你,你也千万别来找我。 说完,我直接转身走了。 我以为我和卢文龙不会再有交集, 谁知道他阴魂不散,还要来恶心我。 和卢文龙离婚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生活上也不用再抠抠嗦嗦,买个东西不用再对比三家, 时间都充裕了很多。 领导王杰也不止一次地表扬我,最近进步很大。 还私下提醒我,最近人事会有变动, 如果这次方案做好了,说不定组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我熬了半个多月,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地计算, 确保万无一失,终于做出了满意的方案。 开会前,新来的文员吕佳佳穿着小高跟, 踩到了我的小拇指。 我疼得一说,他却捂着嘴,一脸委屈, 方方姐,你怎么走路都不看路, 明明是你踩了我的脚。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啊,说是这么说, 但吕佳佳脸上丝毫没有抱歉的神情, 他甚至还对我挑衅地笑了笑,扭着屁股走了。 我莫名其妙极了,我和吕佳佳一向没什么交集, 只不过是上次他让我帮忙改个PPT, 可我正忙自己的工作,拒绝了他而已。 他的PPT都是最简单的数据核对。 刚来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教过他了, 可他不上心,到现在还做不好。 我叹了口气,看了看自己的脚趾, 有点肿,但不严重。 我重新调整了下状态,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开始,讨论完下个月的目标后, 王姐示意我可以开始讲方案。 我刚站起来,吕佳佳就抢在我前面, 对董事长说, 董事长,我是新来的文员吕佳佳, 我知道自己虽然资历浅, 但我很用心地去学,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份方案, 可以给我个机会展示一下吗? 底下人全部蒙了, 我们公司分工很明确,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是我的业务。 这吕佳佳明摆着是要来抢我的业绩了。 董事长虽然惊讶, 但很快点头, 小丫头很上进啊, 是好事, 你来讲讲吧。 吕佳佳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拿出U盘, 打开了她的PPT。 看到她的方案, 我的脑袋直接一轰, 一股血直冲上头。 她的PPT内容, 和我的一模一样。 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换, 吕佳佳的嘴巴一张一合, 熟练地讲着方案。 而我已经没心思听她的内容了, 我不停地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怎么会拿到我的PPT? 我的办公室电脑是有密码的, 除了我, 没人知道密码。 很快, 吕佳佳讲完了。 董事长面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 年轻人, 不简单啊, 吕佳佳, 你才来公司几个月, 这方案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不错, 很不错呀。 谢谢董事长夸奖, 吕佳佳对着董事长甜甜一笑, 转身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董事长看向我, 李云芳, 你来展示一下你的PPT。 我站起来, 董事长, 我的PPT已经展示过了。 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 不解地看着我。 李云芳什么意思? 哪里展示了, 我打了个瞌睡, 她就展示完了。 我也没看到啊, 我才三十就老眼昏花了。 我继续道, 我的PPT内容 和吕佳佳的一模一样。 底下全讨论开了。 什么, 吕佳佳偷了李云芳的PPT吗? 估计是, 这吕佳佳呀, 来了几个月, 什么都不会, 我还纳闷她 怎么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方案。 原来是偷来的呀。 这吕佳佳胆子这么大。 吕佳佳原本以为 抢在我之前展示方案, 就能让我方寸大乱。 但她忘记了, 她在公司的表现有目共睹, 就算她先展示了方案, 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听我说完, 大家就都推断出 事情的缘由了。 吕佳佳红了眼眶, 不是的, 这是我熬了好久 才做出来的方案。 云芳姐, 你为什么要说 我偷了你的方案, 为什么要这么污蔑我? 我冷笑一声,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吕佳佳一愣, 指一个劲地抹眼泪, 两眼通红, 看起来委屈极了。 这时, 张经理开口了, 吕佳佳的方案, 是我看着她每天加班做的, 不可能是吕佳佳偷李云芳的。 一旦激起千层浪, 大家怀疑的目光都转向了我。 怎么回事, 难道是李云芳抄吕佳佳的? 不知道啊, 坐等吃瓜。 不会吧, 李云芳居然是这种人。 一听风向变了, 吕佳佳立马止住了眼泪, 娇滴滴地对着张经理道谢, 谢谢你, 张经理, 要不是你, 我就被人冤枉了。 喝, 真绿茶。 我看向董事长, 董事长, 这方案真是我在家加班做的, 我电脑上都有修改记录。 董事长手一挥, 沉默了两秒, 这次方案就交给吕佳佳吧。 会议结束后, 王姐拦住了我。 李云芳, 你怎么回事? 好好的机会都没把握住, 我好不容易才替你要来的升迁机会。 王姐, 我真没偷吕佳佳的方案。 王姐叹了口气, 我当然相信你没偷, 你在我手下几年了, 你的人品, 我还不知道吗? 你仔细想想, 吕佳佳是怎么拿到你的方案的。 这个方案是我前天晚上快凌晨一点, 才完成的最终版。 弄完后, 我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今天早上, 我才把方案考过来。 如果是今天早上, 吕佳佳趁我不在, 在我办公桌上偷了我的U盘, 拷贝了我的方案, 那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方案熟练地背出来。 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早就 从我家里的电脑上复制了我的方案。 除了我, 唯一能进我家的人就是卢文龙。 想到这里, 我直接请了半天假, 赶回了我家。 由于我和卢文龙离婚离得突然, 再加上本来就是租的房子,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也就忘了让卢文龙交出钥匙。 没想到, 都已经离婚了, 卢文龙还能这么坑我。 至于卢文龙 为什么帮着吕佳佳偷我的方案, 我心里已经隐隐约约地有了答案。 我回到出租屋, 抬头看了眼监控, 内心祈祷他没坏。 当初因为是出租屋, 还是一楼, 我有点担心, 所以买了个便宜的监控装上。 所幸的是, 住在这边几年都没出过神妖室, 这监控也就慢慢被我遗忘了。 估计卢文龙也想不起 我们家有监控这回事了。 幸好监控没坏, 还能运转。 我仔仔细细调取了前天到今天的监控。 果然, 在我写好方案的第二天, 卢文龙偷偷摸摸回来过, 还从我的电脑上拷贝了我的方案。 我以为卢文龙婚内出轨, 想设计拿走我的两千万 已经够无耻的了。 没想到, 他还能偷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方案。 我直接拷贝了监控视频, 往公司赶。 我不能平白无故被别人陷害。 既然偷了我的方案, 那就必须付出代价。 我来到公司, 打开公司电脑, 直接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内容是卢文龙偷偷摸摸摸 拷贝我的方案的视频。 没多久, 周围就有人嘻嘻嘶嘶地讨论起来了。 怎么又有反转, 有人拷贝了李云芳的方案? 怎么回事, 我怎么搞不明白了? 明显是芳芳被人陷害了呗。 那吕佳佳什么水平? 你们不知道吗? 视频很快惊动了董事长。 他把我和吕佳佳都叫到了办公室。 吕佳佳先哭了起来, 董事长, 我真没偷方方姐的方案,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而且, 我都不认识视频里拷贝方案的人呢。 吕佳佳还是有点脑子的, 直到第一时间撇清和卢文龙的关系。 董事长, 视频里拷贝我方案的人是卢文龙, 我的前夫。 我们前不久才离婚。 我顿了顿, 看向吕佳佳, 原因是卢文龙婚内出轨。 吕佳佳脸色一白, 急忙摇头, 不是我。 董事长,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卢文龙。 我打开电脑, 展示PPT, 董事长, 这里的数据是关于市场份额的。 但数据有点不精确, 因为这是去年的数据, 新一年的季度数据还没出来, 所以我用了去年的作为参考。 董事长点点头, 看向了吕佳佳。 吕佳佳脸色更白了, 他根本不知道我这份方案 哪些数据是去年的, 哪些是今年的。 董事长开口了, 小吕啊, 这次后续的方案还是你来做。 我点点头, 放心吧, 董事长, 这次我一定小心做好后续方案。 董事长看向吕佳佳, 年轻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啊, 小吕, 你换个岗位, 去跟着小林实习吧。 哟, 这是把吕佳佳直接降了一大级。 吕佳佳显然不服气,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红着眼睛点头答应了。 看着他吃瘪的样子, 我心里说不出的畅快, 但很快就有人来为吕佳佳报仇了。 下午, 张经理就来找我谈话了, 话里话外, 都是叫我别针对吕佳佳。 李云芳啊, 你也算公司老员工了, 对待新员工要宽容些大度些。 这样吧, 你去跟董事长说, 这方案是你和吕佳佳一起做的, 前面是你和吕佳佳闹误会。 怎么样? 我逆了张经理一眼, 开会的时候他替吕佳佳说话, 就已经很不对劲了。 现在他还来给吕佳佳找步, 就更不对劲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没踩吕佳佳几脚, 已经是我仁慈了, 要我去给吕佳佳说好话, 那是不可能的。 我直接摇头拒绝, 张经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吕佳佳偷我的方案是事实。 张经理用手指着我, 李云芳, 你不要敬酒, 不喝喝罚酒。 我拍掉他指在我鼻子上的手, 如果你有意义, 可以去找董事长。 张经理气得脸都红了, 却什么也没说, 吕佳佳哽咽咽着, 我不想跟着林立去实习, 她那边一天要跑八个场, 累死了。 张经理手抬了抬, 看样子是想把吕佳佳搂进怀里安慰。 但碍于我在场, 张经理还是没抱上去。 我看了他们一眼, 拾去地走了。 也不知道我那前夫卢文龙之不知道, 他为了他的宝宝和我离婚, 可他的宝宝还有个情人呢。 晚上, 我回到出租屋, 叫开锁师傅换了锁, 开始打开我的手机听录音。 下午, 张经理叫我谈话时, 我就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张经理的沙发缝里。 我想知道张经理和吕佳佳, 还有我前夫卢文龙到底是什么关系。 听完了录音, 我大呼唱快。 原来张经理和吕佳佳早就搞在一起了。 吕佳佳一直在吊着我前夫卢文龙呢。 他原本只是想靠卢文龙帮他偷我的方案, 代替我当上小组长。 没想到, 卢文龙中了两千万彩票。 张经理和吕佳佳商量, 由吕佳佳稳住卢文龙, 把他的两千万骗到手。 再找个理由揣了卢文龙。 可惜, 他们的梦最终肯定要破灭, 因为卢文龙的彩票根本就是假的呀。 等到了对讲时间, 卢文龙和吕佳佳发现 彩票是假的,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 我想着想着就笑出了眼泪, 卢文龙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他心心念念的家人, 其实就是个婊子。 我也是眼瞎, 当初才会不顾父母反对, 执意要嫁给卢文龙。 幸好, 一切都还来得及。 吕佳佳大概是想故意气我。 这几天, 他总是穿着名牌衣服, 还跨着 LV包包在我面前晃悠。 同事都忍不住问, 吕佳佳, 你发财了? 买了这么多新衣服? 是啊, 这只包是LV家最新款吧。 吕佳佳专门走到我面前, 展示着他的新包, 没发财, 不过我有男朋友疼, 这些都是他买给我的。 方方姐, 你看这只包, 二十万, 好看吗? 自从我发现 卢文龙偷了我的方案 给吕佳佳后, 我就知道 卢文龙的宝宝 就是吕佳佳。 吕佳佳也不在我面前装了。 我看上这只包了, 我嫌贵, 可我男朋友非要买给我, 拦也拦不住呢。 我哼了一声, 直接对着吕佳佳贴脸开大。 吕佳佳, 当小三很光荣是吗? 周围同事听见了八卦, 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耳朵都竖得老高。 吕佳佳慌了, 李云芳, 你别乱说。 什么小三? 我才不是。 我乱说。 我前夫卢文龙为了你, 偷我的方案, 视频大家都看到了, 我瞎说了没。 你, 这只包也是他买的吧? 你不就是为了气我, 才背着包在我面前晃悠吗? 老娘告诉你, 你还嫩了点。 我还要谢谢你, 帮我把卢文龙这个垃圾捡走呢。 周围同事忍不住窃窃私语, 原来是小三上尉啊。 我说怎么突然报复了? 原来是抢了人家老公。 现在这小三真是不要脸, 都敢跑到正房面前耀武扬威。 要是我就直接删他了。 吕佳佳看大家都在骂他, 给我放了狠话。 李云芳,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呢? 等卢文龙把彩票反正有你后悔的时候。 说完扭扭捏捏的直接逃了。 他是想说, 等我兑换彩票, 发现彩票早就被卢文龙换了, 等着我哭。 可惜, 他是看不到了。 那只包, 二十万, 以我对卢文龙的了解, 肯定是刷信用卡买的。 也不知道, 没了彩票的两千万, 他该怎么还这二十万。 第二天, 我果然在售楼处 又碰见了卢文龙和吕佳佳。 我就知道, 昨天我特意在同事面前 大声提起要买皇冠集团的楼盘。 吕佳佳听到了, 以他的性格一定会来跟我抢。 卢文龙挽着吕佳佳的腰, 一脸宠溺。 吕佳佳也靠在卢文龙的怀里, 一脸娇羞。 我白了一眼, 无视他们, 对中介说, 请给我介绍一下 那套三百平的大平层。 中介很有眼力见地, 给我倒了水, 请我坐在了VIP区, 把资料递给我。 没分给卢文龙和吕佳佳一个眼神。 卢文龙和吕佳佳 还没拿到彩票奖金, 本来只想买套小户型。 一看, 我要买大平层, 吕佳佳咬的牙都要碎了。 吕佳佳得意地盯着我, 对卢文龙撒娇, 老公, 人家也要这套大平层。 卢文龙听了, 脸色都变了。 他小声在吕佳佳耳边, 嘀咕了些什么。 只见吕佳佳跺了跺脚, 抱着卢文龙的手臂, 不依不饶, 我就要大平层。 反正我们马上就要有钱了。 卢文龙拉着吕佳佳到角落里说着什么。 吕佳佳脸色也越来越垮, 好像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 我猜也能猜到他们为什么争吵。 无非就是没钱了呗。 奖金还没到账, 可卢文龙的信印卡额度应该已经超了。 他没钱养吕佳佳了。 最后, 吕佳佳和卢文龙面色不善地走了进来。 卢文龙对中介说, 请把那套三楼的小户型资料给我们看看。 哟, 看来吕佳佳没说动卢文龙买大平层呢。 那么, 就该我上场了。 我走到吕佳佳面前, 嘖嘖了两声。 吕佳佳, 怎么不买大平层了? 哟, 是因为买不起吗? 我丝毫没掩饰自己的嘲笑。 我怎么可能买不起? 等我对了财, 等我有钱了, 再来买。 我捂住嘴偷笑, 一脸我懂得表情。 哦, 没钱就直说嘛, 又不丢人。 吕佳佳脸都气红了, 眉毛都飞起来了。 他转身对中介说, 我要买那套大平层。 佳佳, 你疯了, 卢文龙看来还是有些理智在身上的。 我先付定金, 等你再还给我吗? 吕佳佳佳看了我一眼, 对卢文龙下最后通牒, 不然我就要生气了。 卢文龙想了想, 估计是想到彩票有两千万, 最后还是点头了。 哦, 他有点理智, 但不多。 中介马上拿出合同, 让他们签了字, 付了定金五十万。 这五十万是从吕佳佳信用卡里扣的。 吕佳佳签完字后, 跑到我面前嘚瑟, 你不是说我买不起吗? 看吧, 我动动手指头就能买房子, 而且是大平层。 你呢? 你怎么不买? 是买不起吧? 我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这套大平层一千万, 周边什么公共设施都没有, 没医院, 没学校, 没商业中心, 傻子才会花一千万买这里。 你, 你骂我是傻子, 吕佳佳气得跳脚。 卢文龙忙安慰吕佳佳, 别气, 别气, 李云芳就是没钱买而已。 卢文龙看着我, 李云芳, 我知道你忘不掉我, 看到我和吕佳佳在一起吃醋, 但真爱是谁也控制不了的,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爱上的是吕佳佳, 你也别再想着我了。 我呸, 恶心的我隔夜饭都差点当场吐出来。 臭渣男, 你以为你谁呀? 我忘不掉你。 我是忘不掉你的糊臭, 还是忘不掉你的脚丫子臭。 我看最臭的还是你那张嘴, 多喜喜吧你。 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卢文龙和吕佳佳的脑回路不太正常, 多待一会儿都有可能被他们传染。 我直接转身走了, 终于到了对彩票的日子。 我特地雇了两个保镖, 陪我一起去。 不出意外, 果然遇到了卢文龙和吕佳佳。 卢文龙手里握着彩票, 看到我时, 眼里闪过一丝愧疚。 吕佳佳挑衅地瞪着我, 李云芳, 待会儿别哭哦。 哼, 不知道待会儿哭的是谁呢? 那套大平层九百多万的尾款, 不知道他该怎么付呢? 卢文龙和吕佳佳把彩票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接过彩票, 微笑着, 请您稍等, 马上给您兑换。 我不急不慌地排在他们后面。 吕佳佳看着我手里的彩票, 意味深长地说, 待会儿某人兑换不出奖金, 估计要气得哇哇叫了。 他还捏了捏卢文龙腰里的肉, 待会儿你可不准看他可怜, 给他钱哈。 卢文龙忙点头, 宝宝, 我知道, 我的钱还要留着娶你呢。 这时, 工作人员发话了, 先生, 小姐, 你们中了十万元奖, 扣掉税, 一共八万, 请您收好。 卢文龙和吕佳佳一愣, 不对, 我们中的是两千万, 不是十万。 工作人员再核对了一遍, 确实是十万。 您看, 这彩票数字和投奖的数字, 差了一个数。 卢文龙盯紧彩票, 整个人呆住了。 他颤颤巍巍, 我只中了十万。 吕佳佳气疯了, 他抓住卢文龙的衣领, 你不是说你中了两千万吗? 怎么会只有十万? 卢文龙这才反应过来, 他跑到我面前, 李云芳, 你不是核对了五遍吗?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两千万变成了十万? 我雇的保镖把他拦住, 不让他靠近我。 我默默把真的彩票 从口袋里拿出来。 没错呀, 我是中了两千万。 我拿着彩票走向兑换处, 工作人员拿着我的彩票, 也让我稍等。 卢文龙和吕佳佳 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很快, 工作人员就核对好了。 这位小姐, 您中了两千万, 扣掉税, 还有一千六百万, 请您收好。 听到工作人员的话, 卢文龙和吕佳佳 直接带住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能兑两千万? 我明明把你的彩票, 你明明把我的彩票调包了, 对吗? 我盯着卢文龙一字一句道, 可我口袋里的那张 不是真的呢? 真的那张我怕弄丢, 早就被我放好了。 李云芳, 你你早就知道 我换了你的彩票。 我点点头, 对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是故意的, 你明明知道我没钱, 还让我们买大平层。 哦, 反应过来了, 还不算太笨吗? 可惜已经晚了。 我看了他们一眼, 没理卢文龙和吕佳佳, 转身准备走。 卢文龙和吕佳佳在我身后咆哮, 不行, 你不能走, 你把钱给我们, 那是我们的钱。 李云芳, 你给我回来, 把我的钱还我。 可惜, 我这两个保镖可是专业的。 无论卢文龙和吕佳佳怎么癫狂, 愣是没让他们靠近我一步。 卢文龙, 你觉得世界塌了。 别急, 我还有更炸裂地等着你呢。 回到家后, 我把整理好的视频发给了卢文龙。 视频里是我专门找人拍的 吕佳佳和张经理的亲密画面。 要说吕佳佳和张经理的口味 也蛮重的。 他们最喜欢在公开场合 进行亲密互动。 办公室里, 沙滩边, 泳池里, 宾馆走廊都有他们的身影。 我都没好意思细看, 太烂眼睛了。 我一股脑全发给了卢文龙。 这么好的东西 不能只让我一个人欣赏。 卢文龙的电话 很快打了过来。 李云芳, 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找人做的假视频? 卢文龙的声音都在颤抖。 是不是假的? 你找人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 对面沉默了很久。 芳芳, 我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咦, 怪恶心的。 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 顺便把他拉黑了。 我还把吕佳佳和张经理的亲密视频发在了公司群里。 罪过罪过, 又落了好多人的眼睛,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什么? 张经理和吕佳佳勾搭上了? 怪不得上次的项目给了吕佳佳。 啊, 他们怎么在办公室里还搞啊? 所以张经理把资源都给吕佳佳。 还有人记得上次张经理给吕佳佳作证, 说李云芳的方案是吕佳佳做的吗? 那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楼上睿智, 我当时也觉得不对劲, 只是不好意思说。 我说怎么把我谈下来的客户都给了吕佳佳呢? 董事长召开紧急会议, 把高层和张经理, 吕佳佳都叫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 吕佳佳和张经理灰头土脸地出来, 收拾铺盖, 准备走人了。 他们看到我, 对着我破口大骂。 李云芳你这个贱人, 看我不打死你。 张经理想冲上来揍我。 我早有防备, 拿出防狼垫机棍, 对着他一顿筒。 他扑腾了两下, 倒在地上了。 同事们瞪大眼睛, 呆滞地看着我。 我摊了摊手, 他先冲过来打我的, 我属于正当防卫。 同事小林带头鼓起掌来, 随即全部同事都在为我鼓掌, 方方姐, 你好厉害,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吕佳佳看了看我手里的电击棒, 只能对着我妈, 李云芳,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你个被老公抛弃的三八, 我们走着瞧。 说完, 灰溜溜地被保安请出了公司。 最后, 董事长把我也叫进了办公室, 王姐也在。 董事长说, 小王极力推荐你来顶替张经理的位置。 我惊喜地看了王姐一眼。 我还以为我把公司搅得人仰马翻, 董事长说不定也要叫我卷铺盖走人。 没想到, 董事长不仅没让我滚蛋, 还要给我升职。 王姐提醒我, 还不赶快谢谢董事长。 除了董事长办公室后, 王姐告诉我, 董事长早就看张经理不顺眼了, 奈何张经理也算是公司元老了, 没有正当理由, 动不了他。 这次, 我正好把张经理的把柄递上去, 也算是帮董事长解决了一个心头之患。 王姐说, 上次方案的是, 董事长知道你吃亏了, 现在也算是一种补偿。 好好加油。 后来, 卢文龙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新家住址。 天天等在我家楼下, 他胡子邋遢, 头发油腻, 仔细看, 还多了很多白头发, 像是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他拿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花, 跪在地上对我说, 芳芳, 我错了, 我真的后悔了。 吕家家那个贱人, 他只是想骗我的钱而已。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和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芳芳, 我现在才明白, 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 在我没钱的时候, 只有你愿意陪在我身边。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卢文龙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仿佛我就是他的唯一。 可我看着他这副样子, 由衷地反胃。 我怎么也想不起, 当初我是看上他什么了? 要担当没担当, 要颜值没颜值, 要能力没能力, 要钱没钱。 总结, 我当初肯定是瞎了眼了。 卢文龙看我没回应, 开始啪啪地打自己的耳光。 我错了。 芳芳,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你原谅我吧。 他说完, 就想来抱我。 我赶紧后退了一步。 天哪, 卢文龙鼻涕眼泪忽了一脸, 身上还脏兮兮的, 我才不能让他碰到我。 或许是我嫌弃的表情 太明显。 卢文龙好像很受伤, 芳芳, 我肯定会对你好的, 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直接捂住鼻子, 摇了摇头, 卢文龙, 当初你一无所有, 我嫁给了你。 即使后来我中了两千万, 我也没想要抛弃你。 可你呢, 你不仅出轨, 还想把我的钱全部卷走。 你的良心呢? 这辈子, 我都不会再原谅你。 说完, 我直接转身走进了家, 把卢文龙关在了外面。 卢文龙在我家门口等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 我一直住在我闺蜜那里。 我们俩吃吃喝喝, 好不欢乐。 后来, 听说卢文龙等不到我, 终于放弃了。 我才搬了回去。 很久之后, 我和闺蜜聊天。 她告诉我, 她听到了一些卢文龙和吕佳佳的八卦。 卢文龙由于给吕佳佳买包和设置品, 刷爆了信用卡。 还借了很多网贷。 现在卢文龙还不上钱, 成了失信人员。 公司把卢文龙解雇了。 现在卢文龙连租房子都租不起, 只能睡天桥下面。 吕佳佳还和张经理在一起。 可张经理认为是吕佳佳毁了她的工作和前途, 每天对吕佳佳不是打就是骂。 上阵子, 张经理还把吕佳佳打得流了铲。 听说吕佳佳下身血流了一地。 张经理还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别人劝她快点把吕佳佳送医院。 她呸了一声, 吐了口痰在吕佳佳身上。 谁知道这破鞋怀的是谁的孩子。 老子才不帮别人养儿子呢。 后来吕佳佳还是被邻居送进了医院。 但由于送得太晚,吕佳佳失血过多,对子宫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吕佳佳以后怕是怀不了孕了。 还有,当初吕佳佳付了五十万订金买大平层。 由于她付不出尾款,五十万订金也被罚款罚掉了。 吕佳佳小产后身体不好,不能工作, 她只能靠着张经理替她还债。 所以,无论张经理对她怎么打骂, 她都只能赖着张经理。 闺蜜喝了口八十二年的拉菲, 说,真是恶人有恶报啊。 爽。 我拿出世界地图摊在闺蜜面前。 别提那些烂人了, 选一选, 我们下一站去哪里旅游。 闺蜜兴奋地亲了我一口, 信女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我要去庙里还愿。 你许了什么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 希望我的闺蜜抱负, 然后养我哈哈哈哈。 我抬头看了眼外面的天空, 阳光正好, 未来可期。 太港了。 Yi· 我抬头看了眼鏡。